近年来政府屡屡发现 非食品添加物化学物质流入食品 食安问题重创消费者信任 也让国人对食品安全信心产生疑虑 其中第一环源头管制 就是透过法规管制 源头预防管控具食安风险 疑虑化学物质流用于食品制造或加工等作业 环保局除针对化工原料业者 执行实地辅导查核作业 更加强宣导化工原料自主饰药管理 饰药管理分别为 1. 主存分区 2. 标示明确 3. 用途告知 4. 流向记录 主存分区 即为化工原料与食品添加物分区 分柜主存并加标示 化工原料区应标示 禁止用于食品禁语 标示明确 即为化工原料包装标示 禁止用于食品、药品、饲料及肥料等用途 用途告知 即为贩售57种具食安风险化学物质 应询问购买目的 用途即提醒物食用于食品 流向记录 即为记录买方资料交易量、库存量 以避免食安风险 并证明贩卖方尽相当注意责任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那我们希望透过产业自律、政府管理 与民间参与等三大力量 让我们共同为食的安全严格把关